Eclipse的好處是因為它雖然不能夠Java的專案跟Android的專案放在同一個工作區裡面 但是你可以同時開兩個Eclipse 一個是處理Java,一個是處理Android 實際上你可以同時開兩個工作區 像我這邊是處理Java的 另外一邊的話可以處理Android 我在這邊做了一個動作 我剛剛講的ListFView ListFView裡面如果說你要做跟剛剛的RedList做結合的話 它的觀念其實就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就是我在大概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在Android裡面如果要使用ListF 因為你們將來一定會有需要顯示資料的這種需求 資料來源當然有很多種 你可以從文字檔或者從外部的資料庫或者從外部的雲端資料庫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你最常用的還是用ListF 下拉就是那個或者是利用那個Spinner 那這個Spinner的話是在哪裡 Spinner的下拉選單或者是在這個CumpleSide中間 中間是不是 這個Spinner Spinner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Spinner是下拉選單 這個下拉選單的話 那跟那個ListFView 我們現在是用ListFView 差別是說一個是Spinner是點的時候再展開的 那ListFView是直接就展開了 OK 那使用的方式有點類似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也可以try try try看 那這個也是很多同學很容易卡很久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你們可以試試看 先建一個專案名稱叫ListFView 例如說ListFView1 這個名稱 我想建專案名稱 建專案的方式跟前面Hello World的都一樣 你就是建一個名稱叫ListFView1 OK 然後它會幫你產生一個新的 完全新的一個什麼的Layout對不對 Layout的名稱就是ActivityMan 這我剛剛建的 那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先放一個什麼呢 先放一個那個CumpleSide裡面的ListFView 這個ListFView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然後你可以把它稍微展開一下 那高度呢 其實這張高度你不能這樣調 因為它好像沒有辦法調整 按右鍵 你用這個地方 Other 那高度的話 我大概用300SP左右 你可以 因為我底下要擺一個Button 底下只是擺一個Button 所以我高度 我不要用太高 大概300SP 按確定之後 底下的話呢 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FundWitch裡面的這個Button 把它拖拉過來 那我只是再來就是名稱上面變更 這個叫它確定 然後按右鍵把ID改一下 叫做B01好了 反正名稱取簡單一點 當然將來你們可以用什麼匈牙利命名 這個我想吃自己以後再去 因為匈牙利命名就是說 比如說名稱就是三碼 都小寫 比如說小寫的BTN 後面的話一個 你這個按鈕的作用 到底做什麼用的一個 第一個字一定是大寫 然後比如說 我們這邊可以 一般就是BTN 有沒有 匈牙利命名的話 大部分都這樣 BTN 然後後面的話 比如這個按鈕是Adapter 比如說 那你就 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按鈕是按下去之後 會建立一個連接器 給這個ListView使用 類似像這樣 不過這個名稱 我想將來你們